歡迎回來 新聞大百話特報 這陣子大家都感覺說 為什麼官員總是打疫苗 打得比你我都快 這第二類 怎麼會一直不斷的膨脹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邊林一華 之前就是有爆出來 他之前公布說 食藥署超打的人 原本只有600多 超打了1300 然後來到這邊 接種比例來到169% 而他昨天最新公布出來說 這當中竟然還有這種 疫苗生產人員 已經接種了873人 甚至是連疫苗的倉儲 跟物流人員 都接種了1462人 他就嚴重懷疑 這些人該不會就是 高端聯雅的人員 就是他們裡面的員工 就像陳時中當時不是講 他說他們不打疫苗 我會睡不著 果然有打了 雖然陳時中講說 沒有 我說的是 什麼第二類這些 有什麼有貢獻 就反正找了一個詞來講 但是其實大家如果看到這兩個 直覺當然是疫苗 我們有幾家 不過就再加上一個國光 那他們通通都打了 我們都還不能打 那他們為什麼不打自己家的 這也很奇怪 好 再來我們看巧欣 也有事爆料 就說這個第二類的人 不斷不斷的膨脹 從6月9萬人 然後到7月 現在19.7萬人 8月份 剛剛巧欣說好像人數又更多 我們等一下讓巧欣來補充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說官員 你憑什麼通通都排在我們前面 就連這個蔡英文 他就講說這兩天他不是PO文說 莫德納到了這個9.9萬劑 大家覺得說 這你不仔細看 通常我們會大概9.9 他刻意要寫數字 看起來好像比較多一點 讓他乍看9千萬 不是 9.9萬 所以他這種大內宣情況下 網友當然看破了 在他的臉書怒轟 你才在那邊跟我講什麼疫苗 都被高官打完了 就算來搞不好也是高官先 所以特權插隊一直插 難道民眾就只有高端可以打嗎 只進10萬劑不夠打 這馬來是要給高官打的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就是對你沒信心 來 巧欣 你說這個數字還膨脹了 對 現在已經增加到27萬人 27萬人 所以已經不是這樣 是27萬 對 所以已經增加了18就是一個月以來增加 預估數字增加了18萬 我要講給大家聽 因為其實這個衛福部很多 各種各樣的這個報表跟資訊 不斷都在更新 各種規則說變就變 所以版本有夠多 我就去找了早期COVID-19疫苗接種對象 身份認定的這個族群的說明 我想看看第二類一開始的說明叫什麼 一開始叫做中央級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這個防疫人員裡面他寫得很清楚 是你要去執行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者有相關 然後包括什麼村里長等等 就是你要在第一線去做防疫高風險的中央地府防疫官員 早期的時候白紙黑字是這樣寫的 對 在某一個神秘的一天突然加上了維持防疫體系的重要官員 重要官員突然插隊插進來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也沒特別講 甚至還有另外一次的插隊是怎樣 用一個小小的備注 寫在備注裡面說 第二類增加哪一個呢 疫苗倉儲管理疫苗的人也把他加進來了 都偷偷來的啊 對 所以你看從九萬人膨脹到二十七萬 裡面真的都是在第一線接觸有高風險的嗎 至少林一華委員他抓到什麼 所謂的藥品查驗中心 那個都是文書職 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就是吳秀美當董事長的那一個 對 吳秀美當董事長的藥品查驗中心 他那個工作的職務 跟你跟我風險差不多 頂多就是說坐捷運坐公車 這我們每一個上班族不都一樣嗎 你有在第一線去接觸防疫相關的人員 去做跟疫情有關的工作嗎 沒有 你是做藥品查驗的 也全部打 全部照射全部打 都加在第二類裡面嘛 所以你這個難怪會膨脹這麼多 你是政府官員裡面的人予虛予求 我就問 不是說高端很厲害 不是大家都要把手臂留給高端嗎 怎麼二十七萬人已經先去把人民 期待的AZ跟莫德納都打掉了 對 有沒有一點點這個民主 臺灣價值的疫苗打在身上 一點都沒有 是 所以支持高端都是口頭上說說 食藥署裡面打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是各單位裡面最多的 什麼註點人員替代疫 跟他們相關全部都打 你們負責驗高端疫苗的 你這麼快就給他通過 對他一點信心都沒有嗎 沒有人去打這個疫苗 真的 所以從九萬一個多月到現在 六月到八月變成二十七萬 你就知道這個第二類 不斷不斷的變胖 中央政府根本就沒有人 好好地去審核 是不是你送來的這些造冊 是完全跟防疫相關的 對 所以我再次呼籲 一開始我六月就講了 第二類應該公佈名單 是 事務官公佈到職稱就好 我們看他做什麼工作就好 政務官 政治人物公佈到姓名 我們要知道第二類裡面到底有誰去排擠了 擠壓到了一般民眾的施打順序 對 人家說這第二類裡面 真的是藏了太多太多的黑幕 剛剛聽小新講不得了 九萬人變成二十七萬 暴增三倍 他們怎麼可以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瞧瞧的這樣子人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 然後就連這種 如果說真的是高端聯亞的話 那真的要大家吐血了 你高端聯亞的人 你不支持一下自己的產品 你來跟我們搶什麼 國際上低端的疫苗 這是奇怪了 其實我必須這樣講 高端跟聯亞的員工 其實本身沒有義務 要打他們自己的疫苗 他們也是國民 他們也有自由選擇權 雖然他生產這個東西 那只是他的工作 你知道 大家要知道生產是工作 打疫苗是他的生活 你不能去剝奪他的生活 但是他們不可以拍我們前面 但是 對 這就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你說這些很危險 如果陳時中說這些人 如果沒打他睡不著覺 我就覺得很奇怪 二十歲到四十歲的年輕人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沒有打疫苗 應該還不止 可能百分之九十幾 因為除非少數的特殊的行業 或是一些人 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打到疫苗 那這些人都沒有疫苗打 然後你都不會睡不著 你都覺得很安穩 是什麼意思 而且我老實講 因為我們台灣今天疫苗的進貨量 到現在為止 哈巴當當人家送的 怎麼樣弄來的 乞討來的 全部加起來不到一千萬劑 這幾個月的時間 總共不到一千萬劑 這幾個人的產難有非常大嗎 好像也沒有 會需要這麼多人嗎 不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高端聯亞的生產人員 你就更好笑 高端聯亞 他現在請問一下 他生產了多少疫苗 我請教你 高端三十五萬 聯亞好像十幾萬 你想想看 高端那個生產速度之慢 上個禮拜大家記不記得 他們自己講的 陳時中自己揭露的 所有四批已經出來了 收穫了 然後十批還在代業 然後八批跳回去 約要補件 然後經過了差不多快一個禮拜之後 他告訴你又多了一批了 然後就沒了 他一批大概就是八萬多 那是怎樣 你一個禮拜只有八萬多 那一個月是多少 一個月算你四十萬好了 現在到年底你要升五百萬出來 你確定 除非你要放水 所以這些人非常重要 因為吳秀梅主持的這個中心 就是不得檢驗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人非常重要 要先給他們打疫苗 不然的話 他怎麼會聽我的話 不然怎麼會願意為我賣命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不然你告訴我 這些人 老實講你仔細去看這些人的工作 他們有很多人是完全只負責文書 根本連第一線 什麼完全都不用去 就是坐在辦公室吹冷氣 如果他很危險的話 中華民國大概沒有一個人 不應該先打疫苗 對 本來就是這樣子 誰會比每天 蹲在辦公室裡頭 根本一天很少出去一次 因為現在連吃飯 搞不好都叫外賣的人 那請問一下 他的危險境到底在哪裡 所以不要告訴我說 他的職位有多重要 老實講 以國外的慣例來看 國外除了真正第一線的人員 剩下的人全部都管理 你是什麼官員 一樣按照聯名黨 日本天王跟英國首相 英國的女皇還不是一樣 都安裝聯名黨 沒錯 請問一下 你們這些人 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我就不懂 你們了不起在哪裡 你們比我們優秀在哪裡 你們對國家的產能 對國家的貢獻 比得上現在正在勤勤苦苦的 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嗎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在一起在講說 同島移民這句話 最近好像不敢講了 有些人想說 這第二類就是命比我們貴氣一點 統統都可以排在前面 所以這個賓哥 你看這些網友們 大家都去這個臉書上面 憤怒的洗版去洗蔡英文 我跟你講 臉書憤怒洗 他會不會看得到呢 他有沒有激活 他絕對不會看到 蔡英文的臉書是小編經營的 他根本不會去看 你們不要看他寫的那些 文情並茂那些東西 都是他小編唬爛 所以常常會出錯 因為就是一堆人在編 而且不只一個 我跟大家講 就是那些人編出來 所以你們去那邊罵 留言沒有什麼用 搞不好他還覺得 好棒我網路觸跡力 又變高了 搞不好他的想法是這樣 誰知道 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總統 已經喪心病狂到一個地步 他接受文藝全球日本的媒體訪問 你知道他說什麼 過去台灣確實是依靠美國 日本捐獻給我們疫苗 但是我們現在疫苗供應已經穩定 你穩定什麼 你才來了99600劑 對 然後高端生產情況怎麼樣不知道 聯氧會不會過EUA不知道 然後剩下我們買的疫苗什麼時候過來 沒有人知道 這種叫穩定 是穩定的等死 是什麼意思 你這種謊都說得出來 你說這個人還有什麼救嗎 你還期待去罵他他會行嗎 我告訴你 台灣現在只剩下兩條路 一條用選舉推翻他 如果選舉不下來 推翻不了他 如果選舉還再出現 總統疑問的話 只剩下革命了 對啊我們感覺好像蔡蘇這時候 就分頭一個做大內宣一個做大外宣 蔡英文剛剛這個兵哥講 跟日本媒體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說我們已經穩定 蘇貞昌也是對著國內講說 我們現在已經在名列前茅了 感覺上面就是要給人民洗腦一下 就說我們現在整個疫情又穩定 我們這個疫苗的供應穩定 一切都好 不是像這個在野黨講的 那麼那麼的差 可是如果說我們第一劑都打不到不說 現在連第二劑 其實間隔都要拉長了 人家問到陳時中說 這個第二劑間隔越拉越長 你能保證有這個效力嗎 陳時中怎麼回答大家 有打總比沒打好 所以你有問題的時候 都是用這種話來回我們 我們奈他何 我覺得他們都有點像變喜劇演員話 都很好笑 你知道南韓因為現在莫德納 他出貨是會有問題 所以各國都會延遲 很多國家也開始慢慢面臨到 台灣的狀況 雖然他們的政策 沒有我們那麼荒唐 但是他們就做了 像南韓就說 他們要把施打時間拉長到幾週 六週 拜託 讓世界看到台灣 我們對 我們早就領先 一開始就拉到十到十二週 所以你就發現說 天啊 政府好荒唐 那之前那個時候 還沒有所謂的這個出貨不及 然後各場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大家拉到 這個十到十二週 所以你知道疫苗根本就不夠 我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政府在玩什麼遊戲 我們在玩一個朝三暮式的遊戲 政府告訴我們說 現在施打率三十八點多 什麼的 數字很高 跟其他國家比較 我們已經至少 他說名列前至少在中段班 可是你去看 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他第一劑的比率跟第二劑的比率 不會差太多 為什麼 因為我打完第一劑之後 我四週就要讓你打第二劑 這是科學上面覺得這樣子好 所以這麼做對不對 所以我打第一劑的時候 早就留了你的第二劑了 所以你四週以後 你一定可以打得到 對啊 這才是正確做法 對 所以他們的第二劑的比率 不會太低 我第一劑打三十% 我第二劑可能二十五%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可是我們是怎樣 我們是全部都讓你打第一劑 第二劑打完第一劑以後回去 不知道怎麼辦 還擔心說接下來會不會剩高端 你知道嗎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準備好 對方的第二劑的策略 也就是如果我們現在的疫苗 當然我們就總量 我們就是第一劑的人 你一定打到第二劑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執行的話 我告訴你 不會有三十八點多 不會那麼高 因為一個人要兩劑 你等於你現在有的量 拆成平均剩一半 這就是朝三暮四的現代版 我疫苗不夠的時候 本來應該要一次 一個人可以打兩個 我說先分你一個 你一個晚一點 我就直接幫你拉長十到十二週 所以你今天九萬九千六百劑進來 有什麼用 你連一個年紀的年齡層 都無法開放大家施打 我告訴大家 現在施打疫苗它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要開放下一個年齡層 我要那個年齡層 我算過這個年齡層的人 這個年紀的人 比如說五十一到五十歲好了 這個年紀的人都打得到 我才能開放那一輪 不然很多人會說 你不是開放到五十歲 為什麼打不到 類似這個情況 所以九萬九千六百劑 根本不足以讓一個年齡層的人 都打到 導致於這些最後分給誰 最後分給第七類 為什麼 因為第七類的人 他是特殊造冊 所以他人數少 比如說像市場攤販 或者是老師 可能一次造冊來兩三百 兩三百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九萬多劑 就去分給第七類 可是對於已經打第一劑 在等第二劑的老人家 真的莫德納搖搖舞企 對啊 現在其實Delta肆虐 其實全球都在拚第三劑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第一劑 只要拚第一劑 難怪大家會覺得說 陳時中最近 真的是講了一個實話 他說我只是一個牙醫 難怪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這個郭董 比較像衛福部長